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Spark 我们这是第三部分课程了,课程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刘老师讲的 大数据Hadoop,然后HDFS,Hive,以及Scoop 第二部分黄教授讲的Integration,是吧,大数据的Integration 包括我们有传统的数据库,然后大数据 通过Tablo以及PowerPivot,然后微软的Power系列 把大数据的数据展示它的Inside和Information 包括可视化,包括Reporting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第三部分,Spark 这是我们今天的Genda,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然后我准备起来我觉得特别杂,所以说 这星期把我又准备残了,没想到当内容整理起来的时候会那么大 最后我怎么来给大家讲呢,我花了好多时间在上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直课嘛 今天的内容我会讲这些内容,一个是我给大家快速的走一下Data的Landscape 是吧,因为你看看这样大家能看清Spark到底是干什么的 是吧,里面最后我会涉及到Machine Learning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Spark 这个课程就是围绕Spark 这一部分,前面这一部分就围绕Spark 那包括他的那个Cluster呀 包括他的Library 主要是在打两大块 那在下一部分我会讲一下Machine Learning 我会用用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 我就用R做一个Demo 给大家做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Demo 基本上在这个课程上我会不停的切 因为我们有到我们的Sandbot上面 我会做一些 简单的Demo 是吧,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行,make that landscape 我现在还是这个很快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一个History 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简化的History 我把那其他事情都去掉 那我们看看Hadoop Hadoop是这个Hadoop的产生呀 特别是2006年代表着这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一个是云计算让大数据来了 还有一个大数据的处理技术 让大数据实际上到来了 是吧 那就Hadoop Hadoop真正的被大家在商业中使用 或者在公司使用是2006年 到今年到现在是10年了 我就想在这边看一下我们的那个Spark 2014年 实际上我们 在办这个学校的时候 2014年我们第一次公开课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Spark 那时候Spark还非常的新 非常的崭新 是吧 Hadoop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应用 包括那个PigHive 但是Spark那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崭新的一个技术 但是我们提到Spark Computing in memory 到底它是怎么回事 难道Computing in memory就那么快吗 是吧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课上 我们也谈到Spark 但是那时候我们对Spark了解甚少 所以说04年 那么到现在不到两年 14年 14年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在你们的简历里面 你要说我Spark有五年的经历 完蛋了 好这是一个那个Bag Data的那个component 这个是我从那个Houghton World上 摘下来的 因为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图 说实话 其实我只是给大家deliver 那这个从这个图上我们 能看到呢 我觉得把它算大 在这里面其实啊 这是一个整个的相当一个ecosystem 这是整体的ecosystem 我们很多人关心的是这一部分 看这一部分 包括那个你比如我们前面讲的 PigHive 包括HDFS 是这一部分 这里面都是数据的存储 和数据的计算 下面这是数据的存储 文件系统 上面是数据的运算平台 基本上都是这一部分 那在这里面 我们这是一个什么呢 Modular Modular的一个architecture 就是它 你想你一个大数据平台来了 首先数据的存储 它不同于我们的传统的关系数据的存储 它是文件系统 它是各种方式 有file的module 有file的格式 有二进制 有csv 有packet 各种方式来存储 对吧 那在它之上 这是 在更早以前 它是整个是 粘合在一起的 那现在你看这个这个版本呢 它就成了这个结构化了 你看它是存储 在它之上 样 肯定大家都听说过吧 样 是吧 讲了一下 讲了一下 对 大家都 样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实际上 人们把它说一个是一个 一个class的master 它是管理class的 管理resource 管理你的后台运算资源 但是在你可以把它抽象成样 它相当一个 一个运算的一个平台 在这里面 在这上面它支持各种的 运算方式 运算的框架 对 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 那这个 在这里面我把它改了一下 我在spark加在这儿了 它没有spark的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传统上 前面已经学过的这些东西了 在这一次的课程上 我们没有touch到 nosec 也许在以后 我们的extension的课程上会有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touch到 那其实上spark 就是这些同系的一个集成 在这上面 看到吧 我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这边 大家就不要管它 这是一个数据流 一些life cycle 就像 你大数据来 总有个你的数据源 数据要流过来吧 流淌过来吧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流淌过来的 就叫集成的方式 flag flagme是做logfile的 自动的 抓取logfile来进行 那个logfile的aggregation 了解吧 然后把logfile inject到 我们的系统里 那像这个 其他的一些系统 对吧 都是在这里面 是一个数据流 包括它的workflow 那这边 security 很重要 security 现在其实 现在大数据人们谈到 你要是能给它谈大数据 你要谈到security 那就它就在另外一个level上 知道吧 因为security技术相当于还比较稀 那么你要谈到security security我们在最多的谈的一个是audit 对吧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访问的控制 就是 你的identity 你是谁 和你到这个系统上能做什么 就是authentification authentification 在这里面 它已经提供了相应的model 这个是 是audit 那厦门它这个提供了一个 跟其他的identity 定义你是谁的系统的一个基层 也实现authentification authentification 这一块是做什么的呢 这一块 就看 就provision 就也是你的 你系统的metadata呀 你的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的管理的 在这里面我们都用到了 Amber 那这个是一个大家知道是一个控制管理的平台 对吧 在这个spark里面大家有一个 web UI 它是spark 专有的对spark的系统进行monitor 进行那个mentent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 是它一个scheduling的系统 所以说你看啊 我们现在讲的呀 我们focus在这里吧 但是呢 上次 黄教授的课 这一部分presentation 实际上这里面你可以想到它是大量的BI 是吧 visualization 还有reporting 包括你都用不同的tube 把信息在这上面展示出来 对吧 或者是 你把这个 你的 大数据处理平台的信息 fade in 到其他的系统里面 是吧 这是一个 大数据的一个环境 那么说 我们到时候往后走一走看看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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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其实在这之前一直探讨 我那时候跟那个刘老师 我们一直在探讨 哇这spark 这玩意儿来了 我们还需要 就是这个 这个hadoop吗 我不是这hadoop 买不是有dose吗 是不是 那不都完蛋了 什么hadoop hadoop生态环境下的所有的技术 偷偷的干了 没用了 什么storm等等的 大家以后往后看 就知道了 spark就这么牛逼 所以说 现在我们还没进入到下阶段了 就下一个下 下部分会介绍 但是spark这个东西 我现在也不能说服自己 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用 hadoop 用pig 用storm这些东西 就是他主要用hdfs hadoop做他的一个存储机制 之上的这个运算框架 因为还有spark 它是一个运算框架 spark是一个运算框架 它是运算框架 所以它跟这个没有下面没有可比性 它是依赖于其他系统存储的 那在这个图上 它是hdfs 它的存储 那它可以用其他的noseco 而且那个amron s3还有一些其他的云计算平台 它可以都可以spark都可以借用它们存储机制 所以说我们往下走 到时候你们也告诉我 我为什么还需要 这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能说服我自己 今天我在来着之前我还在想 到底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 可能我还我想出了一些对比 那个也许到时候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 好了这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学大数据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有概念的 就这个 Big Data Technology Landscape 其实这个叫Terminology最好 他就 大家就都有概念对不对 文件存储 和Bench处理的 这是Sycle Support SQL 大家都喜欢的 是吧 这个Data Serialization 大家这是一种 Serialization 的一种 Mechanism Shrift 也是 是吧 Sequence File 这是一种按那个序列 序列存储的 二进制的文件存储方式 所以说这个大家应该有概念 因为在你的工作中 你会遇到在当你在做Serialization或者D Serialization 你会用到其中之一 知道吧 那个 这是一种列存储的一种Model 在大数据里面 大家以后我们会讲那个NoSQL 在大数据里面列存储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颠覆性的 因为在传统关系数据里面 是航存储 知道吧 在大数据里面 对最推崇的是列存储 列存储最快 而且省空间 容易压缩 容易对数据进行处理 列存储 那么说 在这上面 我们Packy 是Spark最喜欢的列存储的机制 它会把这个文件输出到 就以Packy的方式输出到相应的存储 存储的 介质上面 这些都是它的一种方式 知道吧 Packy跟Spark绑得很紧 当然它的输出也可以读取 Messaging Messaging 这个东西 我觉得要没有Messaging 就不要讲大数据 因为大数据大数据是什么 分布 并行 是不是 然后有你的那个节点 把你的运算工作 大了一个运算工作 分成很小很多小块 然后呢 部署到不同的运算节点来进行运算的 而这些运算节点的运算之间是没有依赖关系的 这就是大数据 知道吧 没有预算关系的 所以说它有运算 运算的结果 它就要reduce在一起 这就是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分布并行运算的一个机制 那么说所有的这些东西 因为它之间没有关系 没有Dependency 他们之间的互相的沟通交流 两种方式的沟通交流 硬盘 把数据都放在运盘里面 读取运盘交流 这是最愚蠢的 所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Messaging 对不对 Messaging 是那个 就是我们 是它里面所有的信息交流沟通的一个机制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 最喜欢的是 卡夫卡 现在大家都知道 都讲卡夫卡 卡夫卡就是一个Messaging的系统 然后那个 Nozical Nozical 实际上我们了解 HBase Cassandra 我们没有试过 HBase也是一种 列 Family列的 就是那个Family Column的一种 存组合访问的机制 知道吧 它的key 它把key分了很多 段 然后通过key 来优化它的访问机制 所以说这是那个HBase HBase很快 非常非常快 就是它访问 你比如它一般是 上几个G的数据 是在秒G之内的 访问速度 所以它是支持实时的运算 就是HBase 但是呢 HBase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我也知道 它的key 它的key设计起来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 因为它的key是分四个段 知道吧 包括Time Step 包括它的那Column 包括Rule Column 然后它那个 包括ColumnName 然后加上那个 Time Step 所以它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东西 驾驭起来未必容易 就HBase 特别是当你这个 对当你这个这个数据量非常大 非常复杂的时候 是吧 但是这一部分 我们这次课程没有它了 是吧 其他的基本大数据的东西 我们都会提到 那这个 这个分布式的 运算 Query的一个engin 这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刚才我们在这上面 我们前面的一页 其实这一部分 很大的一个就是Col的query 这里面很多都是Col query 对吧 所以说 实际上我们的传统的数据库 其实就有三大块 对吧 一个传统数据库 数据库是干什么传统数据库 数据的存储 是吗 还有数据的处理 engin Query engine 所以传统数据库 就它的那个功能上这两大块 但是它存储的数据是两种数据 是吧 一个是你的业务数据 还有一个你的met data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数据库 那基本上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地方 你们会发现 到时候 当这个总 你就会走完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Spark 他妈的不得了吧 对吧 他可以 他不光是一个 我们这边谈到的是一个 分布式的 Sycle的 Query的一个 engin 它最后可以跟相关的存储介绍在一起 就是 Storage在一起形成一个 可怕的一个Data warehouse 一个Data base 是吧 所以说 那我们谈到这个 你看我们谈到了 就是大数据里面 我们谈到的分布式的 Sycle的 Query的engin 基本上 Hive是一种 我们都熟悉 Hive Hive我们都知道 但是Hive呢 玩着很舒服 很美好 是吧 但是就为了一他妈的慢 是吧 受不了了 那个 Impala Impala 大家可能听说个词 我告诉你 Impala是一个 C++开发一个内核 它的这个内核引擎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采用那种 Messive Parallel 那种processing 是吧 它是那种方式来build它内核引擎 所以它速度很快 它这个东西 它的速度可以跟我们现在的 Spark相媲美 但是慢慢慢慢 我也看过一个那个对比的一个图 我们Spark Cycle 还是比它稍微快一点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它那个Spark会慢 但是它因为它有内存 内存的机制 它后面就上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强大 在那个 Spark Cycle出来之前 它很牛 主要是Cardella 我想问你三个 Minebar Hotworks 还一个去 就是Cardella 这就是Cardella的汉外做工 但是后来Open Source 就离它了 所以这个东西很牛 这个这个速度确实也很好 但是呢 现在有了Spark Cycle 我们看看Spark Cycle 这是Apache一个Gel 它的速度也比较快 那它这个支持 什么呢 一般谈到Distributed Query Query Engine 像这个它不支持Real-Time的 这种或者Interactive的这种Query 或者是这种 Ad-Hoc的Real-Time Query 它就它就差得太远了 它不但速度慢 你像他们这些的查询 都支持Batch Level的 这是Real-Time的 这是Interactive 了解吧 所以说 那它俩这个级别就差得很远 一个是速度 还有一个它支持的这种 这种Scenario 用户的这种Scenario 不一样 是吧 那我们的 它具体是最有的话 就是 这沙里边是最有的最灵活的 它是有点可以解决成Scenario 就是说 你底下直接可以访问 Five 比如说CSV Tax 你任何东西 连上它就直接走 它不用再建一个日表 然后我再去做像Hive一样 它也可以在Hive基础上 也可以不用Hive 直接 我select 从一个Five 这个Five 这个Five 实际上是有规矩的 一行有结构的 它就可以直接走 这Five是比较灵活的 对 那个 大家刚才那个有概念了 对大数据那些东西 是吧 没问题吧 跟上我是吧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卡夫卡 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卡 消息机制啊 消息机制在大数据里面是必须的 然后云计算里面消息机制也很重要 因为云计算也是无线分布的 云计算 就基于云平台的那个 计算是无线分布的 所以说云计算里面有它的消息机制 它那个比如一般的云计算叫 Unterprise Service Bus 也是它这种消息机制 对吧 企业那个数据bus 整线 那么这个卡夫卡是一个中量级的 它一个message system 它可以在这个大数据平台支持你 几百台上千台的阵列 和这个消息机制是没有问题的 消息机制消息阵列基本上有三种 我们谈个消息的模式啊 就三种 是吧 它的component 就三块 你消息的生产者 你消息的生产者 就是我这边 你给我说话 我这边说话 你们是接收者 我就是消息的producer 对吧 然后呢 消息的consumer consumer就是 我抓到这个信息 do something take action 还有一个消息的一个broker的机制 知道吧 这里面包括有消息的纯储机制 有消息的那个对列机制 等等有消息的 这里面有个subscribe 和那个 consumer的一个机制 那么说 这是卡夫卡 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 和它那个 我大概提一下 Spark内部它有一个机制 阿卡的一个机制 它有一个消息机制 因为 如果你们看到那个Spark 它内部的它一个 就是它的那个 class manager 的时候 对吧 它的各个component之间需要通信 它有个阿卡的机制 那是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消息机制 那它消息机制里面 在这里面 其实大家对这个有个概念就行了 消息机制 一通常的消息机制有三种模式 对吧 Q是一种模式 对吧 Q 先进先出 Q Q 对吧 消息来了进去然后出去 是吧 这是一种机制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广播型的 就像我现在就是广播型的 Broadcast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subscribe 然后那个topic 我有一个topic subscribe 然后类型这个topic相应的消息 我会发 发给你 让这个它的subscribe consume它 那在这卡夫卡里面它支持两种 一个是Q 一个是那个topic subscribe 直到这个就行了 这卡夫卡的机制 然后那个编程也比较简单 它可以支持任何的流 数据流 realtime的流进了 然后最后它把它处理之后 然后给它的这个consumer 让它来消费它 因为做大数据一定会 以后会 这是你的一个巨大的考量因素 好了 刚才那个我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大数据的整个样 这样一个环境是吧 一个东西 我就说讲这个课为什么我知道这个课跟可能上面不太一样 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新东西 就是说这种概念新的 其实学起来啊 学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比前面要比较容易 你会发现学的这就是一个一个东西 前面那些很多很多块你要把它集成在一起 那个很累 但是在这里面还有很多新的term 新的term terminology 这个需要掌握的 你看刚才我谈的那些可能跟前面 这个它不太一样 那这个scala就更不一样了 scala是什么 scala我在看了很多你不听到网上色试 它是最hardest的这个program language 最热了这个现在你要掌握这个就牛的不得了 其实它就是一种重新语言 它跟java 你要是会java 其实就是掌握它的基本的syntax 语法要编程非常非常快 几乎没有gap 它是一个java是一个完全的面向对象的设计 是吧 顽强的面向对象 而scala 它的首先它强调的还是函数式编程 functional的programming 它是这个最强调这个 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scala它是这样 你会它它把这个函数函数式变成它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刚才谈到的map reduce 对吧 分而置之 那个基本的思想就是都是从函数式编程借鉴过来的 并不是 并不是那个以前就有的函数式编程它的这个色系思想就是大块 我把它分成小块 然后呢 小块处理完之后把它集成在一起成为解决一个大的问题 这就是函数函数编程的一个设计思想 那它这个函数编程这个函数 所以它的函数 在这里面函数 就是一个object 函数是就像一个变量一样是有value的 那函数有输入有输出 这是它的一个函数 函数 你就可以把函数当成任何一个变量来使用的 函数可以相讨函数 函数可以作为输入 你可以返回一个函数 这是它的函数 函数是编程的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 而且呢 它是一个静态的 你会等会我再会谈到它怎么跟那四八个结合在一起 它是个静态的一个语言 它特别强调immutable 如果大家做程序编程的话就知道 就是变就是衡量 在在加瓦里面呢 也讲究这种衡量衡量有个stream Stream加瓦里面 大家可能没有学过编程啊 就这个所以稍微抽象点没关系 有概念就行了 把它扔掉 Stream它就是衡量 知道吧 当你复制之后它是不变的 那么在这个在Skala里面 它强调的是它的数据结构 是immutable 都是衡量 当你给一个数据 这个结构 Build的这个 产生Build的一个数据结构的时候 这个数据结构就不再改变了 了解吧 所以在像那个加瓦里面 它是class 是面向对象的设计 所以说加瓦里面class 它要new它 你就可以改变它里面的state State 对吧 所以class是stateful的 所以在那个Skala它是用function 这样的model 来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语言啊 形成一个真正的 immutable的 一个语言 所以说当你 创造一个 方身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immutable 就是不可改变的数据集 那么说你要是 但是在上面做一些变化 它就会生成一个新的数据集 对吧 所以它叫immutable 这个很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你想想想它这个含之含这个这个这个这种函数是编程就是用在分布数分分数的分布式的并行处理的 因为它没有state 大家有加把有些就是一种一种 一种 primitive 比如这个 Int Int Bling 它这些东西 还是 还不是对象 了解吧 但它是一个value 但是这个在这个scala里面 RX是你对象 所有都是对象 就你当拿到一个东西它全是个对象 对吧 知道吧 function是一个对象 value是个对象 任何一个变量全是一个对象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纯的面向对象的设计 那那那好了 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是加瓦跟他大概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 关键是这样的不同带来的是你在用scala 在设计和实施你的环系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这个实现的man side的不一样 一个是函数式编程的一种实现方式 全部是immutable 知道吧 这种实现方式 然后呢 是是是事物的大小是分而知之的 对吧 一种是面向对象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它totally支持完那个面向对象的设计 这里面在函数式特别在scala函数式编程 它这里面这个这个是我在那个网上查的 Function是Force Class City的 那你想你在那个加瓦里面谁是Force City的 Class 肯定ClassForce City Force City 那在这里面 Function是Force City 所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那个Class它完全支持面向对象的 实际上面向对象的那种设计方式了 所以说那个 那么说 所以说这个Spark就完全是用Skala写的 这个这个可能也是一个Skala现在特别火的原因 因为这个Spark用Skala写的非常的完美 而且那个程序非常的简洁 就是我我我告诉你那个简洁的就是我看都是一种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太简洁了你那你用那个加瓦的code写起来还真是非常TDS 而且它的可读性都不强加 Code知道吗 有着概念性了 几十行的code 用Skala几行就写谁了 大家会到后面会看一些例子 所以这个Skala Skala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语言 你说它好学吗 你会加瓦学它快得很 你又很快就能用它编程 但是在你做设计实施的时候 你要从从Function的角度 它是一个程序 Function程序是语言 来功能性叫Function 函数是语言 来这个角度来设计的 所以说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 那我就把这个词栽出来 因为它这个语言要想 你把它说透 很大 也不是两下能说透 但这个地方 Composable 可组合的 这个是一个函数 函数就像一个数字 有输入手输出 所以一个大的事物 一个大的事物 以前我们把一个大的事物 是按面向对象把它分割的 是吧 但现在这个事物 我们先把它按函数分割的 有输入有输出 最后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解决大的问题 所以说它是Composable 它特别强调这个词 然后呢 Immutable Data Structure 它是一个静态语言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这个 这个话 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 这个 并行式的 这个分布式的 开发环境 面向这个 多内存 多的多靠 多CPO的一种开发环境 是吧 这就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语言 非常强大 非常易学 很快就能上手 但是做起来设计跟我们的面向对象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很热 而且你求职很厉害 很快 因为你还有一个一点给大家强调 他跟他跟加瓦是什么样的呢 他跟加瓦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跟加瓦就像他们亲兄弟一样 知道吧 就是亲兄弟 他们都是在JVM加瓦的watcher模式下 他使用的加瓦的JVM 最后他最后他写的code跟加瓦的code是一样 都要编译成加瓦的betcode来执行的 知道吗 JVM是加瓦运机 就是加瓦的code要在这个环境下运行 所以这个Skala跟加瓦最后他的程序编译完之后都是加瓦的betcode 在训练机里面来执行的 所以你可以想想他跟加瓦是不是就亲兄弟啊 所以加瓦里面的任何的library 包括那个他的library 可以跟加瓦是互用的 知道吧 完全就是一体的 所以说这就很强大了 非常强大 因为加瓦的这个技术已经积累太多太多年了 知道吧 他里面有大量的library 限制很成熟的 都可以被Skala拿来使用 是吧 好了 Spark 什么Spark 我刚才谈到的都是那些东西啊 给大家就一个干什么Spark Spark 这是这个图我宰得比较老了是吧 但是在里面他也能处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把它先不正要的隔离出去 这也是一个db 它是一个可以你可以输入它的那个精确度的一个db查询 就是有的数据会非常庞大 你不需要那么精准查询 达的运算量很大 你可以输入大概你说我百分之精准度达到一个一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是吧 然后它有一种非就是精准度的查询 这是一种不是那种非常的精准的计算的一种一种环境 那我们把它抛开掉 那这这就是 这几大块刚才其实大家都见到过了 这个spark 2 我们把它去掉 这个我也不太谈 那基本上spark下面 就是这些东西 看到了吧 spark cycle spark streaming 然后这是那个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spark支持的特别特别好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spark 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图计算 这个这个跟spark 这就是太完美了 这两个东西就是你做模式learning计算的话 或者你做spark的那个那个图计算的话 那个没有比spark更能支持的更好的一种这个运算框架了 知道吧 如果这个方面你说还能 impara 还能给他pk一下 是吧 速度也差不多 那这个这个stream steaming 你说storm storm可能更强大一些 因为等会等会我看到这个 这个大家现在还不太了解他是干什么的 以后慢慢就清洗了 这个东西你还看到这个spark 做做做他的这种 realtime streaming计算 它是不是说真正的realtime 它是分成更小的batch 知道吧 那么storm是真正的一种realtime 更强大 所以所以说我就说如果这方面你可能还能找到对手的话 现在是吧 这两面 没有比他更好的框架了 就那个spark的运算框架 他核心都是spark 这里面等会我给大家稍微的详细介绍一下 包括这里面的rdd 包括transformation 包括action 你看我现在谈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他 不一样的东西 就大家在以前没有接触的一些概念 是吧 那个屏幕好像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好像卡住了 还是what isspark 就是没看到细节 哦我就是这样的我再换一个屏幕 你看一下啊 换屏幕了 换屏幕了吗 啊还没有没有 我看一下啊 我这边屏幕是在动啊 现在是那个spark language language吗 哦不是 要不我退一下然后再进 对有可能是网速的问题 有可能是网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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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fresh 我还要跑了 好 退退 我们接着来 要不行再给我说 所以这个我们很快 spark language 它支持什么 这里面 不支持csharp 是吧 因为我挺喜欢他支持csharp 也强调他慢慢也open了 但是就是说你就在看我 我在看他们的这种做presentation 就做这个家族的人 坚决不提微软 闭口不提微软 是吧 专门逃避的 这都是这个这个 IT恩怨 我们不去不去踏着他对吧 那个 行这是这是那个 我们spark language 我这个大概只是提一下 这个最最牛 所以说我们要 我就是我们的建议 你要是想做spark 这是你必须找的 我就跟这个意思有关系 我猜啊 因为我大概了解 spark 因为我知道了 因为正好上过这个 这个发明人的课 在MIT他也做交叉 但他主要在Forkley 这个人 他呢 他们这个环境是一个 MIT是在Forkley 有一个这个环境 做这种模式 那你说 是谁提供的 这个环境面 Google OK 所以我怀疑 在这个小户 他也不愿意提微软 所以从开始 不过刚才我 我谈到的 他不会提微软 但是你说那个微软 他现在微软也支持他spark 他肯定要cshop来编程 但是他的 你看我刚才谈到的 那个cshop是一种面向对象的 对他是完全面向对 他不是一个静态员 所以他跟那个scala的设计理念 都不一样 是吧 虽然他们都静态 就是scala也是一个 他的核心也是个面向对象的 但是他俩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说他支持起来呢 不那么平滑 因为那个 而且大家娃虽然有差距 但是他们在共同享用他的cpi 所以那个到底层的机制是一样的 所以说那个cshop再做起来稍微累一点 这是他支持的三个语言 这个语言 最强大 我觉得要是想搞spark的话 把它掌握了 是吧 如果你有这个这个加工的基础很容易过渡了 Python 我觉得R R是另外一种语言 R是很简单的 一个一种非程序性语言 那么说一般的你很直观的那种交互式的 这种query 它支持的非常好 等会我们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们做例子的话 大家就看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像这种东西 一般做数据分析 挖掘用的 做R 那这个是做你的这个开发用 是吧 这两种语言 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有了解 是吧 如果想把spark玩转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spark 为什么现在还不能替代掉 就是在一段时间还不能替代掉 我们传统 一个是他们过得投资了 还有一个 这种 Lending curve 还是有的 就是他这个一个你像一个企业要上一个新的技术 他的团队的readiness 就他对技术readiness 才能上这样的技术 那个Hadoop和等等等等 相关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下的这种这种 技术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 根深蒂固到每一个的技术人员的脑海里了 所以在企业你在上企业在上新的这个 环境的话他首先想到他最熟悉的技术平台 是不是他并没有认很多百分之九十人没有认知到spark有多牛逼 外面再喊他不自己看进去他也不知道还有多牛逼 是吧 好了 这是spark 我刚才谈到了 我刚才谈那么久没有看到spark有多快 还有他的code有多简单 这都是我载取的 这图都是我载取来的 你看看 这是MapReduce 这有多少万 11万 多 oncode 对吧 光是Hadoop刚实现MapReduce 这么多万行holdcode 那么你看看imparla imparla非常快 实现起来也将近10万行code 是吧 就是他用c++开发的 那10万行的c++code 你想想 是很厉害的 对吧 那个starm starm你看不到8万行 它光是实现 这个实时的 有处理的 这个starm 将近8万行的code graf是一个图的 运算的一个框架 6万多 6万 那你看看这个spark together是多少 spark的code 4万多 4万3 4万2 的code 是吧 再加上他的sicle 再加上stream 加上graph x 你看看一共是8万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他这个 他实现了他们所有做的功能 他用这么少的code 用这么少的code 实现了他们所有做的功能 看到了 那这是一个他的code 他简洁度的问题 因为一个code 简洁了 一个是他维护 维护起来很方便 他调试起来很方便 这是很关键 还有一个他当时速度也会 也很快是不是 说明他的结构化非常非常好 这个code的实现 那么看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呢 spark跟hadoop的一个比较 在第一次interaction的时候 它是80秒 那他这个差不多110秒 看到吗 interaction 到最后他就是1秒了 再一次的 再做第二次interaction的时候 他就是1秒 那hadoop是多少秒的 比这还慢了我觉得 因为他内存已经占了一些了 就是 就还是 但是至少是110秒 对不对 所以说你想想 你想想这个 这两个差距有多大 是不是 所以说在第一次 他这个机制呢 不光是computer in memory 他的这个机制是他 就是cache的机制 对吧 最关键就是memory 对 我们要写this memory就是跟大家讲的 你主要要到达到的 今天要写上一个this 这是最大的iop的处理 所以说 所以说这就是你看他这个差距 那我说他们 你看你看随便一个那个在线 他们说比他快几百倍 这是在有可能下是几百倍的 有可能的 至少快百倍以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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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个 那个那个 10万多 10万多 Spark 4万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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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实现自己 MapReduce的那个 Code 就实现 只是实现 MapReduce的 计算框架的 就是 就是 这个 它这个 其实这个比较只是 就是说 比较这个 这个 这个 Code的 Code的 简洁度 跟速度无关 跟速度无关 就是 Code的简洁度 就是 你这个简洁度 比如我 他俩 他俩 他俩现在不是这样的东西 我 比那个 Spark 这样的 不完全一样 所以他俩 运作 好像 Code 去比较 他俩 谁 简洁 这可能 我能理解 你说的 其实 其实那个 MapReduce 你可以这样想 从MapReduce 来说 它是运算框架 你做MapReduce 运算框架 那实际上 你到后面 那个 这个 这个 Spark Code 你会看 Spark Code 它实际上 也是个 运算框架 它在这里面 不但实现了 它这个 MapReduce的 运算 运算的能力 它实现了 很多其他的 运算能力 因为你的 SQL 你的Streaming 你的Graphic 运算的基础 都是它 所以说 它只是给你 一个感性的认识 就是说 你看 我在这个上面 是一个运算框架 它能实现 你MapReduce 所有的功能 但你在这上面 你MapReduce MapReduce 实现的功能 对不对 是这么多 HankCode 我在那边 只有这么多 HankCode 那么这个 它只是给你 这样一个 粗犷的比较 那你说这个 它是用Java 变的 对 那这个 它是用Skava 变的 所以说 你要是这样来看 最后 你Skava 都是编译成 Java的Better Code 对 对 那你想想 它说是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 它永远 不能超费Java 中华的科技 非常不轻 所以表达能力 对 对表达能力 但画上另外一个 已经可能要两三句 对 王教授 你这就是 Extraction 对 所以说 你说的非常对 但是 有一个 就是Skava 你要仔细看 Better Code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 大家就拿一部份论文来写 基本上也是Migreduce 就是核心 就是它所谓的计算结构 但是用语言等去实现 尤其它方式的语言 可以很简洁地包装 但是你要是Migreduce 本身写起来 真像一个普通的科技 所以我觉得 从实现角度来讲 就是功能角度来讲 它这个科技 尤其Migreduce 它也是 你可以理解 它也是把Migreduce的原理 用在Skava 只不过它加了一些 对Migreduce Migreduce 实际上它不是 你看Migreduce Migreduce的这个概念 以前是一个 就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概念 对吧 一个分布式的概念 就Migreduce 分而知之的一个概念 你做那个并行 分布议算都是这样的 后来 就是函数式编程 它里面最先引进了Migreduce 这个概念 那么说我们后来谈到的 在这个Hadoop上的Migreduce 是最从那借鉴来的 所以说 其实这个比较 只是一个跟你一个概念 刚才黄教授说的 Expression 表达 我刚才没有谈到Skava的Expression 它是一个Expression的一个语言 它语言的 非常可读 它实际上 有后来的很多 对 对 对 所以它是一个Expression 对 而IversonExpression 就是它的表达 这个非常好 你刚才提醒了一下 它规定就是一个优法 但是它比较优法 对 对 然后这是一个Skava 这个图都不太清晰 但是这大家只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 这是用Java编的Migreduce 看到了吧 这个code我也编过 非常非常的 你就编着 你在看的时候非常累 就是很多 就是它把Java那套 那个套路都得放进去 是吧 这是什么 三行 这就是Skala 以后我们到后面就看 它这就是三行 非常简洁 在这里面就是Migreduce 对吧 好了 这个我是把它加在这儿 这个看着 我想给大家再把这个Spark 因为我在背课的时候 我再看Spark到底能做什么 我觉得它什么都能做 是吧 所以我就拿了这个图出来 我就随便画了一下 看到它到底能做什么 是吧 这是我自己都是载取的图 我觉得Spark 至少能做这些东西 看到了 至少能做这些东西 那这是一个数据员 Spark支持的数据员非常广 它是Hadoop能支持的数据员 它全能支持 在基础上 它还支持更多的数据员 知道吧 它支持关系型 Noseco 它支持所有的JDBC ODBC相关的数据结构 它都支持 所以它的数据员非常广播 那你的那个 你想关系型数据库 你这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数据员 它倒在一起呢 都都通过ETL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 其实Spark 我首先它是一个大数据处理平台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什么 几大块 这是一个典型的 大NMatter 你是什么样的企业 都是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就肯定的 这是一个Data Source 其实现在的大数据时代 一个Data Source 太广了 太广播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这是我们的企业的那个 我觉得是起的大脑 现在还 现在还是我们企业的大脑 Data Warehouse 在这儿 那这是Data Source 是吧 这是你的那个数据库 就是你的Storage 在这儿 实际上这一部分 形成了我们的企业的大脑 现在还是这样的 因为多少年累积下来的 那这个图是它通过 这是一些大数据 还非关系数据 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它是通过这个 把它fade in 到这个里面 来做数据分析的 过去了 做出数据分析 然后最后呢 其实Data Matter 你数据怎么折腾 对吧 BI 就产生BI了 基本上那这部分 我们看他能做这一部分 ETL 那个Spark 很大的一块功能做ETL 它里面 你就看它里面 你看ETL 我们ETL的我们干 Extract Transformation Load Spark里面它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Transformation 知道吧 它有一个Transformation 它也有Load的Data Transformation 最后Transformation它的Action Action里面 Load 只是它Action里面的一个工作 就一种Action 知道吧 所以说 那么我们Spark 以后可以作为一个企业 非常大的ETL的一个平台 企业的一个数据集成的平台 这个Spark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做得非常好 知道吧 而且你看它非常简洁 那我们不说那Spark 你说我们要做这平台 我们得Coding 我是说Spark 可以作为ETL的这种Engine 在上面你可以Build的你非常Friend User的Tool 是吧 让人家来使用 而且它的运算非常快 它运算非常快 而且是分布式的 你现在的我们ETL的这个平台 包括SSS全是关型的 对不对 全是集中式的ETL运算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Spark来做ETL 是吧 这是我在这个图上随便画出来的 包括这是什么呢 这是ETL 这是做运算的 刚才其实在这Spark里面 我刚才谈到的是SQL的Query Engine 你可以想象 在你那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 所有的Query的运算都可以让Spark来做 我现在没有想到 没有想象到什么运算它不能做 是啊 所以说你从这个来看到 什么一个可怕的现象呢 把这些整个 这到时候数据库的存储 慢慢慢慢会越来越多元化了 有关系型数据库 SQL的Data Storage 有非SQL的Storage 是吧 还有各种的File 各种格式的File 是不是 的存储 各种的这种Json Pocket的这种格式的数据类型的存储 那么说这些存储 可以跟Spark很好的绑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企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Data Warehouse 这就是Spark 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我就看这个Spark 我看不到它为什么做不到 它一定 它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可怕的很 Spark 所以说我们前面学的那些东西 最后想做大数据 你就不得不了解Spark 一定要了解Spark 至少在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技术 能真正说能超越Spark 说让Spark靠边站 所以说要想做大数据 我估计够强 你就得要了解Spark Spark 就是你们前面是基电 Spark是一定要掌握的 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非常强大 对不对 好了 我去把这个放在这儿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它也不能完全代表我刚才说的事情 不能那么清晰 就光这个图展示 但是一个企业 这是一个企业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我告诉你一个企业能做到这个来我 就相当了不起了 就现在的一个企业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框架 能做到这个来我 就了不起了 很了不起了 好了 这是我刚才在大家很快过一下 这就是那三行code 在这个我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不要求大家对code特别的酸 因为我是给大家build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知道吧 code大家很快就能了解 这是三行code 你看吧 这是load这个文件 这是一个redme的文件 然后load完之后呢 它产生一个flatmap的rdd 看到了map reduce 它这个是map产生rdd 它已经产生已经reduce了 那它就reduce之后 reduce等会大家看到reduce 它已经take action 它已经运算了 好了 它把运算的结果输入到这个 一个输出 输入到这个文件里头 三行code 简单吧 简单的 第一行把数据load进来 第二行执行了map reduce 然后第三行输出 就三行code 不得了是不是 你去看看那个javacode 你要写多长时间 你光写那个就得花半天时间 你要是个新手的话 你要写java写map reduce 你新手你看看 它学半天呢 它这么简单 你看这是python 跟它很像了 我就不再介绍了 python就是它的语法略为不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逻辑都一样 很简单 就三万code 其实说的更白一点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rap 对 一个rap 对 对 它是一个rap 但它不能说是map reduce的rap 它是它的核的map 它是它的call的map 对 好了 这是spark 我刚才可能有些会重复这些东西 我会重复这些东西 spark 我其实已经有了 有些东西我重复 我就会很快 那个运算速度很快 然后在这里面我只是想到spark它支持的 现在我来告诉一下spark它支持的运算 这是几种运算 我其实刚才都提到了 我只是给大家recap一下 它支持几种运算 spark spark是一个unified的platform 我们前面谈到的hadoop hive dash的这个处理 是不是 然后你要是那个想要realtime的处理 impala 你要想那个machine learning mahat 你要想那个realtime streaming stop 它是要把这些东西乱七八糟集合在一起 要处理不同的scenario 那好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那spark它能处理什么样的这种scenario 第一个batch的处理 没有问题realtime streaming的处理 非常快 它虽然是micro batch 但是它也是realtime streaming 还有一个interactive的query interactive query 大家了解吗 就像黄教授那天做那个tableau 然后把那个数据导过来然后展示找 这是interactive 因为很多做data mining的时候数据分析的时候 它需要这种interactive 那你想想你要是这个后台数据很慢了 你这个interactive花几个小时你疯了 是不是 它是在一个一定量的数据集的下 它能实时的这样interactive的进行数据的分析探索 是吧 还有呢 还有一种方式呢 transactional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interaction的interaction的这样的query 就像我们去到购物到超市购物到你到那个amazon在线购物的话 你输入一个你选的商品商品的信息等等等等这样transactional 就是这种interactive对吧 这是这种查询 还有一种好了这都是这都是它能支持的你想都在这个平台上它能支持这么多东西 还有一个图计算和motion learning 所以说你就可以设想要你说你能identify一个通用的我们这场生活中的这种这种数据处理的这种需求 Spark不能做了吗 我反正没有列出到它都能做是吧 所以说这是这是一个一个情况 在这里面我就在想这里面我列出来我不会都去讲了 但是他给我一个hints让我去讲啊 他那个recursive和interactive 我在这先提一下spark它是一个因为它是静态的 它是个静态的一个语言 所以它生成了就是说spark的后台全是rdd 大家以后会看到rdd resilientreduiteddatasite 对吧 它是一个rdd这样的一个相当它相当一个一个个rdd的对象 你可以理解成是静态的一个表但它就不动 对 对 它的后台都是这样它的数据构都是这样的 它的数据model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它可以放到它的内存里面 所以它这种里面而且呢它是一个 当时我到时候会讲大家往下走大家会看到它的那个优化 它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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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G图 它是怎么来来进行优化的 所以说那在这里面rd你就把它当成它是一个数据的model 所以它它本身就是一个这种recursive的一种方式 就是那种迭代的就是地归式的一种方式 就是地归是什么呢 就是a运算完产生一个结果 然后b输出输入到bb运算完产生一个结果到c 就是a b的结果依赖于a c的结果依赖于b 这种就叫recursive这种运算model 那么说你等会儿等会儿学到那个motion learning 你会发现motion learning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采用这个model来来做事情的 还有一个你不要再谈到图计算的时候 它要对你的里面的数据反复的进行操作 反复的读写你的数据 所以这就是interactive就是反复读写 这个都是spark的核心的机制 所以说我就说为什么说 刚才谈到了它对motion learning graph x 支持的那么好 那么到位 它就是它的最核心的数据的机制 知道吧recursive和interactive 对吧这种model 然后它是一个可以interactive的 包括等等等等 这个上面我就谈到它是用运算的机制 那么scala是一种interactive的 支持interactive这种algorithm比较好 这种交互式 那那个对r呢 支持这种就是这种data mining的 就是interactive data mining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等会儿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r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model 最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从这里面看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它的fault tolerance fault tolerance很重要 那个作为一个分布式的 并行运算的系统 fault tolerance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呢 就是其实并行式运算 以前我们都做java就知道 你要做多现成的开发 复杂的不得了 再别说你再做那种distributed的这种分布式了 所以说那个hadoof把这些复杂度包裹了 对不对 然后那spark它完全包裹起来了 但人们问了那这个fault怎么办 fault tolerance怎么来解决 实际上那个spark它的解决model就是说 他把它fault 他认为这种commodity的这种server的这种crash 是非常正常的 出错是正常的 所以说他把这种server的不正常的状态 作为他的 作为这个spark 作为一个正常的一种情况 他来处理 所以说他这样的话 就是对我们来说 它的fault tolerance完全是屏蔽的 你不用担心他 你在你的口 你在你的写你的程序的时候 更多的关注是你的程序的logic 知道吧 他会自动的恢复 自动的 它有那个lineage图 自动的创建它的一些failure recover它的failure 所以说这个东西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所以它的fault tolerance 它是一个重要的机制 它把它当成一个事件来处理 一个正常的现象来处理 所以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这种professional 来使用spark做开发的人 关键是屏蔽的 它scalability spark是说你加台机子 你加台机子 现在还要停机 你加台机子 它又自动的可以 把它归并到它的class里面 进行管理了 它的那个 就是那个class manager 自动的就把它加进去 它是那种scale out的 那种方式 scalability 好了 我可能再加快一点 是吧 那个速度 那好了 我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demo 因为大家 还没到 再往前走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对比了 好了 我在这边只给大家delive一个information 这是那个spark的三个机制 spark为什么那么快 如果比如大家 我们去跟人家谈面试的时候谈 spark为什么那么快 你说spark 那computer memory大家都知道 不make sense 其实它最关键的是有一个接力 接力图 是吧 那个那个 这个是它那个 快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吧 然后那个inage inage 这是它的一个相当于它 我们英文叫血统吧 就是它在系统里面 当你的一个比如一个rdd 它的每一个状态 它都会用它的chain point 建立到它的lineage的一个状态 的一个存储 那么说当你的系统有failure了 它会找到你的failure point 然后通过这个lineage 然后把它恢复过来 了解吧 这是它的一种差错处理的一种机制 大家了解这个 这个就行了 这个我写反了 叫DAG图 DAG DAG图 它这个是一个graphic的一个计算的model 是吧 然后那个 大家在上面 它会 等会看到class 它会 它会用这个图 来优化它的整个的execution 那在这里面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information 在这儿 这是Hadoop 做它的这个每一次的map reduce的计算 这是那个spark Hadoop的map reduce的计算 你看到了吗 Hadoop最大的问题 每次它的机制就是 每一次一次次map 它都要存储硬盘 都要访问硬盘 IO 都要存储到硬盘里面 这是最大的一种消耗 大家都知道有几大消耗 消耗吧 一个IO的访问是很大的消耗 还有数据的迁移是很大的消耗 网络是非常大的消耗 知道吧 那么说这个是Hadoop的一个机制 它每一次的map reduce 都是需要对磁盘的 都是需要是一次磁盘的读写 所以说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浓满 那这个 你这是一个那个spark的一种model 全是内存 知道吧 所以说它就会都是 都会把它放在内存里面 把它的数据结构放在内存里面 来进行 来进行那个数据操作的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一个是 这是一个它快的原因 computer in memory 还有一个DAG图 对吧 DAG图的优化 以及它的lineage的一种这个差错的恢复的一种model 让它让那个spark运算非常非常快 好了这是那个spark class 然后那个我们看一下spark class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分布式运算都是大规模的这种集群 是吧 那集群的你有大规模的集群 有它的这个运算资源 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 你就得需要把它管理起来 那么那么说我们看看它怎么管 这是我又写了一个一个PPT 这是我塞了一个图 好了在这上面我只想给大家deliver 几个information 这是上面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call 实际上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吧 其实现在我们spark 最最常用的三种的内容 spark的class management model 一个就是样 刘老师上街讲了样 一个就是mesos 这是一种也是跟样很接近的一种class management model 你可以把它把样当成一种运算的这个框架的一个container 在上面它可以运算不同的这个运算的机制知道吧 那这个mesos也是这样 那standalone 这是那个spark embanded standalone的一种运算 那个class management的一种机制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这三种 大家有个印象就行了 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样 都用的比较多 但是大家谈的样比较多 还有standalone standalone 其实它本身自带的standalone 如果它是单一的spark的运算框架的话 足以够用了 它支持几百态的spark机群 一天问题都没有 是吧 那这两种框架就是你可能在你的整个的这个class的里面 你要支持不同的运算框架 你要支持Hadoop 你可能还要支持比如这个图像的大规模的图像的处理的这种应用 在这种分布式的并行运算环境下面 你可能要支持比如你的大的基因 专门基因分析的这种 专门基因分析 那个生产的这种application 在都在这个框架上来运行的话 那当然你就要采用这种非常灵活的这种运算框架了 是吧 好了 这是那个class的很简单 这个其实这个就这个我放在这 这就是一个他们那个standalone的一个 一个spark class 就是class的机制了 它里面这是一个概念 它跟我们那个Hadoop 它一样 Name node 那个Name node 还有那个Data node 等等等等 它这个也是一个运算框架的机制了 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来管理它的那个资源的 这个东西都是从来都是管理资源的 这是 是它资源要在上面 就是你的code 你的那个运算要在上面运行的 是吧 这是一个 你在一个work node里面 work node里面 你可能有不同的这种JVI 那么说executor 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JVI 在里面你可以运行 你可以cache 也在里面做 你可以运行很多这种多现成的任务 看到了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这个我到时候会讲 spark context 大家都会用到 你spark context是什么东西呢 context它是一个 你任何的应用跟后台的library打交道的一个入口 叫spark context 大家只要从这个角度来认知它就行 是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spark cluster 一个典型的spark cluster 是吧 这些东西我就不太说了 然后它在里面有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包括executor做什么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我给大家只是强调一点 就stand alone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一个是刚才谈到的 DAG的图是在哪产生的 就是DAG图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DAG就是说是一个运算的 就是你比如你一个应用 要summit一个job 那么spark这个系统 它会把跟你的job 它产生一个运行的一个计划 execution的plan 它这个计划 因为这个plan产生之后 它在这个plan上可以不停的优化 最后形成一个DAG的图 那这个在后台的这个engin 就是根据这个图 最优化的这个图来进行运算的 了解吧 那谁来产生DAG图呢 这个东西 driver 它产生DAG图的 它driver summit你的那个job 这个东西master只是管理你的你的资源的 所以说当他有了一个他有的一个job 他要summit的时候 他会给他要 他会找到master 哦我要我要运算了 你给我资源 资源资源 然后master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 跟worker worker就是他管理他 他本他自己的资源有什么样资源 他会跟master不停的沟通 master在这个心里头有所有的他的图谱资源的一个死亡情况 所以当driver要summit一个program的时候 一个job的时候 master就告诉他 哦哪些资源可用 了解吧 那这个东西知道了 driver知道哪些资源可用之后 他就会把它相应的code 相应的med data summit的上去 知道了 然后在这里面就开始工作了 就开始工作了 其实你看这也是一个典型的map reduce 对吧 那我想问了 在这上面做的时候什么东西呢 在这边你可能做map 你可能做map 不同的map 不同的map reduce会在哪执行呢 reduce会在这执行 reduce会在这执行 知道吧 所以说在这是一个大家在开发时候要注意的 如果太多的reduce在这里面执行会让它crash 因为你的driver并不强大 了解吧 这个driver有可能是在你的worker里面的 跟它在一个machine上的 一个是它单独的machine 这是一点 但在这里面 你为了不让所有的reduce都在这发生 因为它的压力很大 要这样大的内存和运算资源 所以说在这里面还要做一个什么样工作呢 shuffle shuffle知道吧 shuffle是在就在你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优化 shuffle是你最重要要考虑的一点 shuffle 其实shuffle是在这里面产生的 把最后结果翻过来 翻过来 而你做DAG图的时候 它的DAG图是这样的 DAG 然后它有很多那种任务集 对吧 DAG图 然后根据DAG图 较为分成很多任务集 就是test side 它跟test side之间是有boundary的 就你这个test side结束了这个任务结束之后 然后把你的输出给它下一个test side 它才开始执行的 那它们之间的boundary boundary一般是怎么来设置的呢 它就是通过shuffle boundary来设置的 知道吧 所以说它一般按shuffle来boundary它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shuffle 你看在那个我们的Hadoop里面 shuffle 你可能在一个机子上 要把数据都要导到shuffle那 对吧 这里面有大量的操作的efforts 所以说它就是在这里面 它的DAG图 就是shuffle boundary 是它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 所以它就能做出很优化的图 那么说最后shuffle完之后 最后在这里面reduce 在这里面reduce 知道吧 是这样的 这就是它的standalone的管理的model 这是Yang Yang的model也很简单 Yang跟我们刚才略有不同 Yang是resource manager 不光是管理resource 它还要负责你submit你的job 我就说Yang它像那个运行的一个框架 一个container对吧 你在上面可以运行任何你的计算计算平台 你可以运行你的reduce 你可以运行你的那个spark 你可以运行其他的reduce 包括图像处理云处理 就是它自己自己build的这种分布运算的这种运用 都可以在上面一个运用 都可以在上面运用 所以它就需要在这里面负责它的job的submit 看到吧 所以这client把job给它 然后它再负责把jobsubmit到相应的节点上 来进行管理的 在这里面它有两个东西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概念 大家今天有概念就行了 这里面它有一个scheduling 它要做scheduling 而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呢 App master App master也是resource master的一部分 它有两个component的 一个做scheduling 这个呢就是管理里面的job的 了解吧 管理里面的job 或者它的状态 然后keep track这个job的状态 因为它要管理 它不断要管理它的资源 它要管理它的job的submit 是吧 那就它来keep track 所有它里面的job的情况 那这个scheduling和它 共同来管理它的资源 包括它里面的job的执行的情况 了解吧 这是那个样这样的一个model 好了 这个我就不讲了 你souse 大家都差不多 这个model 是不是我们要休息一下 诶 我 我本来要给大家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行 大家太累了 好 那线上的我们休息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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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